新北三峽有一位汽車駕駛並排停在路邊攤販的貨車旁邊 他回庭是要買玉米 導致連環車禍 一輛機車先撞汽車 再被另外一輛機車撞上 事發之後三個月機車騎士不幸死亡 警方以過失致死罪來爭辦 不過檢察官認為這名被害者 被害人他有慢性病 又罹患了肺炎 才會引發了敗血症 死因與車禍無關 只是起訴駕駛過失傷害 外側車道兩輛機車一前一後行駛 右前方這名騎士想繞過並排圍停的汽車 沒閃好碰撞摔車 又被後方的機車再撞一次 這裡只有兩線大 所以停在旁邊就只剩一線大 並排汽車旁邊是一輛小貨車 前面地上擺了牌子寫現煮玉米 原來是因為買吃的釀成連環車禍 我們重回現場 當時賣玉米的小貨車 就停放在這個位置 如果說要停下來跟他買玉米的話 其實只要再往前開一點點 就可以直接再靠邊停 不會違法 不過當時招式駕駛卻直接選擇 並排圍停才引發車禍 有的可能是想說他一下子就走了 他就停著 比較良好的 他可能就停到比較前面一點 他不擋人家車道 摔車男子75歲 車禍之後三個月過世 警方已過失至死 移送並排的汽車駕駛 和後方追撞的機車騎士 地界署認為 追撞騎士沒有刑責 不起訴 被害人沒有注意車前狀況 騎士有罩責 當然汽車駕駛也有錯 但警線過失傷害 不用為被害人身亡負責 判決是我特別交代說 他已經出院了 然後並且他生命機械 已經維持穩定之後 才再次住院 然後後面是因為敗險症而死 所以這個英國關係 在他出院那刻已經中断了 後續的死亡 就跟一開始的車禍的傷害 被害人第一時間 驗出肋骨 腰椎 大腿等多出骨折 還有血胸和腦出血 治療一個月後出院回家 卻因為感染肺炎 再度住院 最終引發敗血症和心臟衰竭 司法認定 致命死因 無關車後傷害 並排駕駛 遭判距議 50天定驗 一顆罰金5萬元 他還得面臨民事求償 有律師分析 由於被害人同樣有過失 又只能針對過失傷害部分索賠 最終的判賠金額 恐怕低於10萬元 記者劉松林 五上線 新北市報導